字幕提供 不知道你的遊戲官方會不會有什麼活動 因為以往的Pokemon正傳就是打VGC比賽 這個會有什麼比賽都不知道 有沒有比賽呢? 鬥快捉的比賽 是不是Pokemon是什麼模式那種?鬥快捉重比賽? 黑大的人在草地裡捉重 誰捉得最快為冠軍 是MMO比賽 這個直接是捕捉比賽 又捉了一條橋給他 捉重比賽 撞了撞了 我一點都還沒得 不是吧? 一點都還沒得 我記得一點開台 好像十點半開 可能有捉弦比賽 可能是 這個捉重比賽簡直是合適的 這個位置搞捉重比賽是合適的 但是不知道它怎樣連機化 因為MMO可以說是有個地方讓大家看到 大家想要捉重 一大堆人 這裡到時候可能會有個會場 例如去到那個會場 可能在那個叫做Pokemon的公園 Pokemon公園區 可能進去後你就 就是個人進去 然後帶上機器過去 然後就會看到 那個區有什麼重 然後你要捉的目標就很簡單 閃光的波波 要不斷捉捉 就是連鎖之類 誰捉得最多就贏了 如果是這樣 這個遊戲可能會有這些活動 我覺得是 可能是日本搞的一個真實比賽 可能是製造一個展覽 裡面的展覽設置到整個 整個 整個地區 整個地方 都是一些草原 森林的Graphic 一些圖案 一些 一些Sticker 是不是Sticker 有些圖案 一些 一些牆子之類 整個整個森林形 之後就在那裡搞比賽 逐飛天螳螂 哇 不得了 這個遊戲如果做到這些活動 一定會有很多人參加 冒命而來玩 就是你可能扔一些獎品出來 什麼獎品呢 可能是Pokemon的周邊獎品 或者是Pokemon的一些等身卡比獸公仔 哇 一定有很多人參加 很多人參加 又可以盛世做個宣傳 啊 不錯 盛世做個宣傳又可以 發大疊 這些簡直是一些完美的計劃 完美的一些活動Promotion 完美的Promotion 完美的推廣 這隻飛天螳螂捉到流眼淚 飛天螂我都沒見過 Hello 回來了 鳥阿楓 不行 這裡都是沒有貴司出的 為什麼 這裡跟閒線差不多一款 因為可能是地區問題 這裡太多的屏幕 就是Pokemon都做到 Pokemon 你租… 譬如你只剩一個會展 譬如說你在彎仔會展 可能是Pokemon 任天堂的公司 Pokemon的公司 跟彎仔會展 談了一些活動 可能要借租一個地方 做Pokemon的一些活動 到時你參加的人 就要帶寶寶Switch過去 走到過去 可能就會有一個特別的連動 特別的連動 就會出現一個神秘的地方 可能就是叢林 或者一個神秘大屋 神秘大屋裡面 今次的活動是什麼 可能就是你捉八面怪 綠綠坦 或者一些神秘的大宅 一些神秘大屋裡面應該會有的蟲 比如是什麼 鬼 鬼師 鬼師通 毒氣語 毒氣雙子 這些 就是湊泥這些 多數都會出現 什麼什麼怪 老鼠這些 吸引來玩 這個活動很棒 這個活動 如果這些要發給任天堂 唉 應該 應該一定有這個活動 如果我做任天堂的一些推廣報 一定是有這些活動玩的 最慘是他飄 一睡睡到1點多 我出名自殺真不搞 不是吧 很害怕 你一起去玩 真的有鬼師 等身哪有位置放 沒辦法了 唯有要養 你怎麼這麼容易養 Pokemon 真的養 你怎麼這麼容易養 你怎麼這麼容易養 小一點 送給任天堂 升級做幹部分部長 對呀 很幸福 對呀 幸福 這些活動真的很好玩 不錯 如果真的搞到 Pokemon GO 大家有沒有玩Pokemon GO 你們Pokemon GO有什麼特別活動 如果說之前我玩Pokemon GO 就是竹寵 一開始就是一些無限竹寵 的地獄 然後就是 講講Pokemon 就開始做一些 一些的 Fake GPS的一些 一些的事項 工作 然後就 都沒有什麼新寵 一來都還在玩第一代 和第二代 只是一開始就好像只有第一代 然後就 後來就好像有什麼團 佔領 有一個佔領的地方 譬如有座塔 你就可以帶你的精靈佔領過去 那時候其實都OK 都OK 後來因為嫌威出重太慢 所以我也氣了 出重太慢了 所以也氣了 不過那天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不知道有什麼 好像有這個團體戰 打不知道什麼神獸 然後有一棵神獸在一起 之前就有 很久之前的影片就說 什麼一起捉超夢夢 或者捉急動鳥 那些是 對 對了 Pokémon GO好像也是這種零色 大家一起捉超夢夢 這隻都可以根據Pokémon GO的做法去做 小嘉賓 不要 在 beneficial 可以 不要 不要 不用 可以 不能 不 不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